大家好 想分享关于梵语Sanskrit里的这个特别声音 就是H下面有一点的这个 位于母音、Vowel跟子音、Continence之间的一种声音 这个H下面有一点在梵语里的名称是Visurga Visurga 在梵语里Visurga的意思 是Release 放掉 那放掉什么东西呢 就是要放掉我们在肺部里剩下的空气 把这个空气放出来 这个声音的这个感觉有点像 当有时候我们认同或者赞同 例如我们朋友所说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会说 这个声音是肺部里喝出来的 Visurga是放掉肺部里剩下的空气 子音H是用喉咙喝 用喉咙喝出来的声音 跟呃呃呃呃是有分别的 例如这个字 Oi H下面有个点 怎么念呢 通常一般的念法就是回音式的把Visurga H下面有一个点 之前这个I这个母音在H下面有个点之后 在回音式短短的再念再发音出来 就是i H 通常在书本上或者一般看到或听到的人 对Visurga H下面有一点的念法就是 Echo the preceding vowel 就是把这个H下面有一点的Visurga 之前的这个母音在这个情况是i 在H下面有一点之后 这个I再念出来 回音式的那么念出来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这个U的母音 如果是这个UH下面有个点 那这个在Visurga H下面有一点 那个之后还要再回音式的 再念这个U 轻声和短的念 如果Visurga H下面有一点 之前那个母音是拉长的 两拍来念的这种Long vowel的母音 就是要念Tumatras的母音 那么当我们要回音式的念这个Visurga的声音 这个出现在H后面的那个声音 就是H下面有一点Visurga 后面的那个A声音 这个A声音是要短的 虽然是说这个Visurga前面的母音是拉长的母音声音 可是念Visurga 它后面那个回音的声音是要短的念法 在这个例子上是这样 在这个例子上是这样 另外一个例子是如果是这个I上面有一横就是Long vowel长的母音要拉长两拍Tumatras的念的时候 在Visurga H下面有一点的这个后面回音是念的时候 这个I也要短的念不可以说是因为这个Visurga前面的母音是长版的念 所以回音的时候我要拉长来回音 不是的它回音的时候也是短的 不是的它回音的时候也是短的 是Yi Yi 那个I还是短的念出来 另外一个例子是这个 虽然是这个U是长的母音就是要拉长两拍来念 可是Visurga后面那个U要短轻轻的念 通常Visurga会出现在字或者句子的后面 例如这个在梵语里的意思是Mind Manner 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如果Visurga H下面有一个点 之前的那个母音 它是两个母音的组合 就是说在梵语里有14个母音的组合 有五个是短的母音 有五个是长版的母音 还有四个组合是两个母音组成的声音 就是E Ai O Au 这四个母音的组合 这四个母音的组合 虽然是在那个字母的上面没有横的那个符号 可是要自己自动的拉长来念 那么在这个例子 Ai 它是这个长版的这个母音的组合 就是这四个特别要自己拉长来念的组合的其中一个组合 那么当有这个Ai 还有加Visurga H下面有一点的时候 我们到底要回应哪一个母音呢 我们要回应的是最后出现在Visurga之前的那个母音 才是我们要回应的母音 所以就是Ai Ai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 我们要回应的是出现在Visurga H下面有一点最后的那个母音 在这里Au 在这里Au 就是要回应的是后面这个u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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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surga 就是H下面有这个一点的发音 不是只有一种念法 它有几种念法 根据不同的情况 例如 如果Visurga H下面有一点 它是在诗里面出现verse 就是例如李白的诗 床前明月光 以示地上霜 这种诗 四行的诗的话 这个Visurga 是出现在这种情况下 它的念法是不同行的 第一行 第三行 这种不同行的 它的句子 它的念法会跟着不同 就是说 在梵语里 如果是verse 念诗的时候 而那个诗是四行的诗 就是four lines 或者称为quarter 在梵语里 这个line 是称为per的 如果 这个Visurga H下面有一点 它出现在第二行和第四行的诗里面 就是最后那个字有一个H的声音 而第四行字最后那个字有一个H的声音下面有一点的话 那我们需要用的发音的方式是回音式的 就是echo the preceding vowel的念法 如果那个Visurga 如果那个Visurga H下面有一点 它出现在第一行和第三行的verse 的诗里面 它出现在第一行和第三行的话 那它不用 echo the preceding vowel的方法念 而是signantly let go of the air 叹息是叹息方法这样的曲面 所谓叹息方法就是 例如当我们很累 终于可以坐下来的时候 我们会好像有时会发出 这样 这种我称为它叹息的方法 所以就是说 第一和第三行的诗里 如果有出现Visurga在后面 是用叹息 signantly let go of the air 第二行第四行的Visurga 就要用echo回音式的念法 例如在这个范语里的verse 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二行这个Vigre 我已经用那个红色的框框了起来 因为这个Visurga H下面有一点出现的位置 是在第二行的字的后面最后那个 所以要念的时候是Vigre 这个Visurga H下面有一点之前的母音是A 所以在那个H下面有一点之后 我还要回音式的这样 把那个A再回音出来 其他地方出现的H 就像这个用蓝色的字 来区别的这个Visurga 这个H在第一行第三行 这个已经用箭头写出来的这个 那它的念法是 silently let go of the air 就是回音式的把那个气 剩余在肺部的气 探出来 那这个Visurga 那这个Visurga的这个诗怎么念呢 是 所以你会听到只有第二行 我是回音式的说那个Visurga 除了在verse 就是诗里面它有这种念法 就是echo the preceding vowel 或者是用silently let go of the air 叹息出来 那在范语里 经文和咒语 看到Visurga 在不同的地方 要怎么处理 要怎么发音 通常就是说 如果我们看到的范语 咒语 或经文 Mantras Sutras 在那个句子最后那个字 最后那个字 如果出现 Visurga H上面有一点 最后的这个H 会用回音式的念法 echo the preceding vowel的念法 在这里已经用红色来代表 其他在其他出现Visurga 的地方 例如这个用蓝色的H Visurga 这种其他的地方 就是不是在句子最后那个 就是在别的地方的Visurga H上面有一点 我们会用叹息法 叹出来 就是silently let go of the air 所以这个咒语 在范语里是这样念的 Ong Shanti Santi Santi Ong Shanti Santi Santi 另外一种情况 的念法 是称为air blockers 所谓air blockers 就是说 把空气堵住了 什么情况 会把那个Visurga H下面 有一个点的这个声音 把那个空气堵住 而不把它 全部探出来呢 例如这个情况 如果Visurga H下面有一点 后面的字母是一个P 或者PH 在范语里是称为 Uperdionia 如果是Visurga H下面有一点 之后的字母是P 我们会把那个Visurga H下面有一点的声音 转成F 虽然在范语里 是没有F这个字母 或者声音 可是在这个情况下 Visurga 后面是一个P 或PH的话 我们会把那个H 下面有一点 念成F 例如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Visurga H下面有一点 之后的字母是P 所以我们可以 把H下面有一点 这个Visurga 发声为F 那样发音 就变成F 那为什么会把Visurga H下面有一点 这个声音 把那个空气堵住呢 为什么要堵住那个空气呢 因为有时候 尤其当我们需要念很长的咒语 或者要很大声的那么念的话 我们需要保存我们的气 来念整个那么长的咒语 例如楞严咒 那么长的咒语 我们需要可以保存我们的气息空气来念 这是一个情况 另外一个情况会用A blocker堵住空气 那么堵住这个Visurga H下面有一点 就是当这个Visurga 后面的字母出现的是K或者KH 在梵语里 这种称为JIVAMULIA JIVAMULIA 就是说 如果Visurga H下面有一点 之后的字母是K 我们会把这个Visurga H的声音 发音为 像德语German的这个K Ochton Ochton 就是H Och 像来发音这个Visurga 要用德语这个K的方式来念 例如在这个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Paramuk 它这个H 后面的字母是K 因为Visurga H下面有一个点 这Visurga 后面的字母是K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H下面有一点 念成德语的那个K 就变成 Ishurga Ishurga Paramuk Krishnah Paramuk Paramuk 另外一个情况是 如果那个Visurga H下面有一个点 它后面的字母是S 好像在这个第三行 这个Visurga H接第四行前面开头这个Server 它是S 它是S 所以这个Visurga H的这个发音 会转成S 就变成Govindaserva Govindaserva 我们可以在第四会看到 有这个Visurga H下面有一点 例如这个 理尽称赞 端正无比的句子 这个句子结束 用了Visurga H下面有一点 如果是在 范语里的经文 或者咒语 最后的结束 的句子 结束 我们会用的Visurga 念法是用 Echo的preceding vowel 就是回音式的念法 就是说 在这个Ka H上面有一个点 这个H上面有一点 这个Visurga 我之前最后的母音是A Ka的A 那我们要在 Visurga H下面有一点 之后再回音的 回音这个A 就变成 这样念 在楞延周翻音版本的 这个第四会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 猪天神圣 这个翻音句子 它有Visurga H下面有一点 之后 它Visurga 出现的字母 就是P 但在之前 我们有解释 就是如果Visurga H下面有一点 它后面 那个字母是P 我们会 把这个Visurga 念成F 就变成 Sedema Dae 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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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a Pet Ve